杭州前江新城的越方上场二楼有一家维可斯美容美发店 5月份沈女士过来咨询头发护理项目 她说当时服务的发型师叫海洋 介绍她做蛋白植入护理 我说那我现在头发这么短 是不是等到长一点的时候再做一起做效果会更好 她说是的 她单客价是2000元 我就想可不可以以8888元的价格做一个84的套餐 然后她当时一口就拍信下来了 5月28号沈女士在店里支付了8888元 她说做完两次项目不想继续了 跟发型师提过退费 然后后来又撤销退了 海洋就说可以包我一年的洗剪吹 然后我说好吧 次数没说就是一年洗剪吹 她说我想来就可以来洗剪吹 她说你想要烫头发也可以 但是等到今年我想年底了我想烫头发了 她就说她不在店 她一直不 她说她到年前才能回来 沈女士说 后来打算年底把头发留长 再找对方烫发 10月28号她去洗头发 结果店员建议她 先联系之前对接的发型师 海洋划账可能不方便什么之类的 就是洗头工因为也要赚钱的 就讲到这几个事我愣掉 而且还来推荐 推荐我 她说11月底 那个有一个充值项目 我当时就愣掉了 怎么会 我是账上有钱的人 怎么会需要充值 这家维可斯美容美发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那位发型师海洋前阵子遇到了点状况 双方之前沟通过退款的事 具体金额没有谈好 海洋当初是在我们这里有一个10%的股份 那它现在已经退掉了 工商这边的话 现在暂时还没有更新 因为也是10月份刚刚发生的事情 他家里人出了事情 所以他也回去老家了 客人当时确实是付了8000多在店里 跟海洋这边也是 因为他当时头发比较短 我们在买矫正单次的价格是2000 所以跟海洋这边就是个人达成的一个优惠的一个价格 他现在实际的消费 应该是有几次蛋白矫正已经做完了 然后并且也有几次洗减吹这种项目 维可斯的负责人介绍 根据他们的统计 沈女士之前支付的8888元还没有用完 剩下的2000多公司愿意退还 不过沈女士对统计出来的洗减吹次数 和蛋白护理价格不认可 沈女士跟发型师海洋的聊天记录已经删除 她提供了对方的联系电话 打过去无人接听 记者给对方发送了短信 截至发稿没有接到回复 沈女士把情况反映给了市场监管部门 1818黄金一人记得报道